直到上海录用烟草名单出炉 才发现原来张雪峰说的都是真的 当初张雪峰的这话引发热议 在普通人一贯的任职中 学法学就是当律师 学医学就能当医生 学烟草专业自然毕业后 更容易进烟草 没想到张雪峰直接一句话 打破了大家的幻想 那时不少人认为张雪峰就是在博流量 然而上海烟草的录取名单 给大家全都上了一课 这份名单上的员工 别说985 211 甚至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本科毕业 甚至有些专业都不对口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大部分是上海本地的学校 本以为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没想到真应了张雪峰的那句话 你再好的名校 可能连报考的资格也没有 我再次回到达了 我再次回到达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